我认为这件事在很多酒店都做不到 浴室这个位置分了三个间价 日食酒店不应该有的一种情况 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就带大家入住澳门的大仓酒店 作为一间Japanese style的酒店 在大仓酒店的lobby里有很多日式的布置和装饰 因为我去的时候临着Christmas 所以也有很多Christmas的装饰在里面 这个房间都租到,真 请共同站聚集 请共同站聚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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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間房間是非常日式的感覺 燈光也有點暗 所以有時候走到某些位置 它就會特別黑 顯得人 或者是特別乾 我來到這個位置 它就變得非常黑 因為整間房間的燈光 其實它不是很足 然後我剛進來的時候 這個外面的窗簾 它是沒有開的 所以是更加暗 今天天氣又不是太好 所以 如果這樣打開窗的話 稍微會乾一點 如果是平日天好 應該問題不大 好 這個拉出來有一個充電線 然后也挺慢用 它是有几个头 这里进来的浴室这个位置分了三个间复 首先是这个淋浴间 然后就是这边的浴缸 还有就是这个鱼翅的区域 Japanese style的马桶 这个就是一个洗手盘的区域 它每样东西都放得比较整齐 就是那种很有日式感觉的布置 这里拉开就是一个风筒 毛巾 然后体重清 一拉开就是一些basic东西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櫃和曼豪差不多 都是内边和外面可以同时拉开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找了很久 就是找那个mini bar到底在哪里 因为其实它不是十分明显的 我看完整间房也不知道在哪里 后来我在这个电视机的下面 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就怀疑它是一个mini bar的一个布置 它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下面一打开就是 就是mini bar所具备的东西 就是这里 当然这些肯定都是收费项目 塗的话应该不需要收费 这里就是一个冰柜 哇 收费项目 这里有红酒杯和装果汁的杯 如果说想煮水的话 其实就是从这里直接拿起来 然后这样煮 其实算是比较 一个比较省地方的一个布置 它没有特意设置一个 小的mini bar出来 那到现在为止 我就住了有30晚的时间了 可以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在我住大仓酒店的过程之中 遇到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和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首先就是大仓酒店的服务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 其中有一样就是 你去打电话 去服务中心 就是前台 去咨询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是可以叫得出 你房间的住客的名字 就算是我男朋友 打电话到前台 问其他东西的时候 就是咨询一些东西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叫得出他的性 我觉得这些东西 很多酒店都做不到 可能是我住过这么多酒店之中 唯一一间是 做到这个服务的一间酒店 也可能是我住的酒店比较少 还有就是如果你在Lobby的时候 它看到你拿着很多东西 它基本上是任何一位stuff 它都可以帮你拿行李 拿到上去你的房间 只要你是住客的话 它会很熱心地提出帮忙 是真的很有日式的服务态度 就是很有亲和力 房间上面有一些小小的point 例如在床和床头柜之间 它的空隙是比较大的 其实床头柜的作用可能就是 你平时放东西 放手机 你都希望可以方便拿到它上来 还有一点就是 它酒店提供的水 那个盖是比较小 就是它比较难拧开 是因为它接触面比较少 所以就不是说大不大力的问题 很多时候你可能真的要用毛巾在上面 增加它的摩擦力才可以开到 所以其实这一点上 其实就是 我觉得可以改进一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point 就是因为我住了三晚 就是我明天就退房 住完一晚之后 第二天它会进来清洁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它第二晚清洁的房间 是比第一晚要干净 就是我刚入住的时候 那个样子要更加干净 所以其实就是 可能在入住之前 它有些东西都没有补充足够 而且它的确是打扫得不够干净 我觉得这东西可能是 日式酒店不应该有的一种情况 但如果你只住一晚 你这件事就完全不知道 可能以为它的东西才是这样的 有些小小的细节 你也不会太留意 总体来说 我入住体验是非常好的 是感受到日式服务态度的热情 今次这条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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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